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在2022年北美技术论坛宣布成立OIP3D Fabric联盟,将记忆体与在版合作伙伴纳入。 当时,SK海利市资深副总裁GPackage开发主管Ken Wookley就透露,该公司一直和台积电在前几代机目前的HBM技术方面紧密合作,以支援CoOS制程的相容性与HBM的互联性。 SK海利市加入3D Fabric联盟之后,通过与台积电更深入的合作,为未来的HBM产品提供解决方案。 未来,SK海利市将采用台积电的罗机制程,生产HBM的基础接口晶片BaseDye。 此前有相关报道称,SK海利市和台积电以同一合作开发并生产HBM4,将于2026年量产。 HBM将核心晶片对叠在基础接口晶片之上,彼此垂直相接。 SK海利市生产的HBM3E产品,采用的是自家制程工艺制造的基础接口晶片,但从HBM4开始,将采用台积电的先进罗机制程。 自从HBM问世并量产以来,SK海利市一直是徽达为其DIGPU配备该类记忆体的独家供应商,发展到HBM3E版本。 依然如此,只是从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,另外两家记忆体大厂三星和美光才开始加入徽达HBM供应链。 这两家记忆体大厂准备花费数十亿美元来扩大HBM晶片生产能力。 不久前,三星推出了其十二层堆叠的HBM3E,挑战SK海利市八层堆叠产品的行业地位。 三星的一位高管表示,该公司计划今年将晶片产量增加两倍。 面对竞争,SK海利市的HBM专案正在提速,预计首批十二层堆叠的下一个版本HBM4最快会在2025下半年到来,到2026年还会有十六层堆叠的产品,会向更加客制化的方向发展。 HBM3E市场竞争已经落后,希望落在了HBM4上,三星正在加快研发脚步,以缩小与SK海利市之间的差距。 在代号为Snowboard的第六代HBM晶片、HBM4方面,三星计划将缓冲晶片应用于堆叠记忆体的底层以提高效率。 正当三星加紧追赶记忆体晶片竞争对手SK海利市的时候,后者与三星的晶圆代工似迪台积电在深化合作。 对三星来说,这显然是个坏消息。 5月中旬,在2024年欧洲技术研讨会上,台积电表示,将使用其12奈米及12FFC Plus工艺和5奈米及N5制程工艺制造HBM4接口晶片。 台积电设计与技术平台高级总监表示,他们正在与主要的HBM记忆体合作伙伴合作。 开发HBM4全站集成的先进制程,N5制程可以使HBM4以更低的功耗提供更多的逻辑功能。 据悉,N5制程允许将更多的逻辑功能封装到HBM4中,并实现非常精细的互联监距。 这对于逻辑晶片上的直接建核至关重要,可以提高AI和HPC处理器的记忆体效能。 相对于N5,台积电的12FFC Plus工艺更加精济,制造的基础晶片能构建12层和16层的HBM4对站,分别提供48G和64G的容量。 台积电还在优化封装技术,特别是CoV-SL和CoV-SR,以支援HBM4继承。 这些先进的封装技术有助于组装12层的HBM4G一体对站。 据台积电介绍,实验性HBM4G一体在14毫安时的数据传输速率已达到6GT每秒。 7月初,据韩国媒体报道,SK海力士将深化与台积电辉达的合作,并在9月的国际半导体展Semicon Taiwan上,宣布这三家公司更紧密的合作计划。 Semicon活动其影响力可以认为是半导体行业的CES大展,包括台积电在内的1000多家公司将展示最新的半导体设备和技术,促进了合作与创新。 预计这次会议的主要焦点是,下一代HBM,特别是革命性的HBM4G一体,它将开启市场的新纪元。 据悉,三强的合作是在2024上半年敲定的。SK集团会长崔泰元,4月会见黄仁勋,讨论了半导体合作事宜。 6月,崔泰元拜访了台积电新任董事长魏哲嘉,以进一步推动后续合作。 据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报道,辉达,台积电和SK海立市将组建三角联盟,为迎接AI时代共同推进HBM4等下一代技术。 业界消息人士称,SK海立市社长金筑善会于9月在台北举行的国际半导体展上发表专题演讲。 这是SK海立市首度参与专题演讲,也是该公司首次在该活动中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。 演讲结束后,金筑善将和台积电高级主管见面,讨论下一代HBM的合作计划,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可能加入会谈,进一步巩固SK海立市、台积电和辉达之间的三方联盟。 报道指出,SK海立市已经和台积电达成合作,共同设计和生产HBM4第六代系列的部分产品,并计划2026年开始量产,而辉达提供产品设计。 SK海立市还有网在本次活动中演示HBM4的最新研究成果,在采用台积电的先进工艺和封装技术之后,功耗可以比原目标降低20%以上。 总体来看,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工艺能力,以及SK海立市的先进记忆体晶片制造能力,可以将结构更为复杂的HBM4记忆体的制造分解开,发挥各自优势,制造出最佳的罗机接口和DRAM罗片, 然后用先进的封装技术将它们组装起来,以最大化地发挥该类记忆体的效能优势。 对三星来说,在先进制程晶圆代工市场被台积电压制,但作为记忆体晶片龙头企业,三星还是很自信的。 如今,台积电与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SK海立市在记忆体领域深度合作,简直是让三星半导体全面落后。 要发展HBM4就绕不开先进的罗机晶片制成工艺,如果三星的晶圆代工业务短期内做不好这些的话,恐怕也躲不开找台积电合作的选项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用户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